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单独一个人闯荡预外战场 很少见的 啊 我不喜欢人多 罗峰看了他一眼 逝者微微一笑 二人化作两道流光 飞行着 很快便抵达数万公里之外去 左边通道尽头是娱乐区 餐厅 聚会等等娱乐场所都在那里 而正前方就是你们这些自由士兵住所来 自由士兵比服役士兵待遇要好很多 适者笑道 随即分配给你们的住所 你应该收到编号 直接按照编号入住就可以了 至于娱乐 可以前往左边 如果要出去征战 则沿着进来路即可 罗峰点头 那我就不打扰了 逝者显得很有理 随即离去 罗峰则遥看前方 真不错呀 罗峰夸赞一声 前方数万公里范围 有着山脉 河流 树林 也有积雪 沙漠等等 这就是冰营基地中的一等遗住所 就仿佛居住星球上度假一样 对直径数百万公里的冰营基地 开辟出这点空间很容易 罗峰的居所是在一座湖泊中央岛屿上 士兵罗峰 这座岛屿是你私人岛屿 在你居住期间 其他任何人都禁止进入岛屿 伟丽的岛屿 称了罗峰私人领地 罗峰步行在柔软沙滩上 颇为满意 嘿 一道喊声从远处传来 罗峰转头看去 远处一座岛屿上 正有着一名人类不许强者 穿着宽松长袍 全身满是绿色毛发 正赤脚站在沙滩上 虽然距离较远 双方都是能肉眼看到对方周围的沙力 那绿毛人类正笑着道 我叫库托 欢迎你成为我的邻居 我叫杨 罗峰也叫道 杨 你是封猴巅峰啊 还是封王姐 远处的库托笑道 罗峰疑惑 你怎么询问这个呀 这自由领地 是让自由士兵去准备 不过居所都不一样 有的是陆地上普通居所 有些稍微高点的 就是一些占地较大的舒适的别墅 而像这样能够独占一个岛屿 或者独占一个山峰的 是最顶级居所 一般都是军功极高极高 才有资格居住 一般都是封王级的 不过 我感觉你的威压气息 好似封猴巅峰啊 罗峰哑然失笑 是了 自己积累军功主要是靠金角居寿分身 所以 赚取军功的确不少 效率也极高 被分配的居所 也属于封王强制居住的 而地球人本尊融合事物与一之后 自己控制下释放的威压 的确媲美封猴巅峰罢了 嗯 勉强算封王吧 罗峰道 不过 还没有封号 哈哈 看来你在域外战场 有所提升啊 我库托封号是 轰鸣王 在远处岛屿上的绿毛男子笑道 很高兴认识你 我还有事 忙完了 一起去餐厅喝一杯 罗峰笑道 好 绿毛男子笑道 强者就是如此 要结交 一般也会和同等势力者结交 而向并营基地内部安排 也会自然而然 给抢着一些特殊待遇 罗峰随即便进入自己住所 这是很有味道住所 岛屿本身大约占地1.2平方公里 在这岛屿上 有这些一层两层的木制古老建筑 在这古老建筑周围 还有一些古老雕刻 以及一些成各种形状的湛篮水池 是一个度假好地方啊 罗峰踢表降甲 收入体内 穿着裤衩 便直接跃入温热泳池中 躺在泳池内 很是舒适 该研究一下战利品吧 世界界这一方世界中 磨砂罗峰一身黑衣 正站在高大的 破裂开的金子塔飞船前 那机械族强者那般富有 不过 这艘飞船却是他的命根子了 否则不至于悬赏追杀我 黑衣罗峰沿着裂开的缝隙 直接进入这一座金子塔飞船 狼道内 而后沿着旋转狼道 开始仔细检查一个个舱室 老婆塔 黑衣罗峰喊道 一挥手 便是一个个机器人 凭空出现狼道上 你安排一下 仔细研究这艘飞船 黑衣罗峰下令 放心 交给我 其中一个机器人硬道 众多机器人 立刻开始分散跑开 而黑衣罗峰 却是站在了一低矮的 寄计机器械傀儡面前 这是整个金子塔飞船中 唯一一个寄计机器械傀儡 不过当初遭到 百万充足王者军团轰击 这机械傀儡 虽然身体没有完蛋 可体内能量核心 却被直接被震得粉碎 毕竟就算金角巨兽 被击中都得完蛋 更别说一个机械傀儡了 这G级机械傀儡 单单这一身金属 就值不少钱 黑衣罗峰嘀咕 随即 世界之力扫过 查看这机械傀儡身上 所有物品 很快就发现了世界戒指 应该是 藏有机械傀儡大军的戒指了 这一枚世界戒指 是一只由G级机械傀儡来操控 所以并没有生命印记 属无主之物 当即 黑衣罗峰便操控着世界之力 渗透进去 查太凡 黑衣罗峰满脸笑容 果然是有一百万机械傀儡 都是F9G极品傀儡 而且个个都是完好的 之前曾经掳获了 约53万机械傀儡 可那都是金角 巨受分身攻击之后 能量核心损坏的 而世界戒指内的 可都是完好无损的 罗峰 罗峰 一名高约1.5米 仿佛少年的巴巴塔跑过来 巴巴塔 罗峰看去 巴巴塔是智能生命 所以弄一具机械身体 就能轻易操控 当年的云墨星主人 沪炎博 给巴巴塔以身体 就是用这种方法 不过使用一具金属身体 这是很普通的做法 对巴巴塔本身 并无多大帮助 智能生命 修炼进化难度极高极高 除非得到一颗进化之心 融入金属身体 然后智能生命入住 那么 智能生命将会和金属身体 百分百融合 就仿佛灵魂对应肉体 智能生命 也将拥有最珍贵的肉体 进化身躯 这样一来 一 和身躯百分百融合之后 感应宇宙法则清晰度 也会得到提升 至少能达到 媲美普通人类强者程度 而那些没有进化身躯的 想巴巴塔 或许能勉强修炼感悟 可是 亿万年也别想成为不朽 而有了进化之心意 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机械族强者 二 随着修炼进行 机械族强者身躯会不断强化 而且身躯的柔韧性 坚韧等等各方面 也会很完善 就仿佛真正肉体似的 所以 进化之心很重要 奈何 进化之心意 唯有机械族才拥有 这是机械族最重要 最核心的宝贵财富 所以 机械族群众对进化之心 控制得非常严格 禁止任何机械族人 私自贩卖进化之心 这一点早已融入在 每一个机械族最核心中 机械族能够弄出大量进化之心 培养一个个机械族人 可他们绝对不卖任何进化之心 即使出价再高也无用 这就导致了在人类 妖族等等很多异族中 想要购买一颗进化之心 极为艰难 因为得到进化之心 难度太高了 且进化之心 只有机械族才有 所以 每一颗进化之心 价格都飙升到 上百亿混元单位价格 这几乎已经是 封王不朽神灵全部身价了 这注定了 除非那些将陪伴自己的智能生命 当成是生死兄弟的 且是超级强者 有着巨额财富的 否则根本舍不得购买一颗进化之心 暂时巴布塔也不敢想进化之心 他也未曾有过进化之心 能有一具金属身躯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罗芳 千万别强行攻克那些完好的F9G机械傀儡啊 巴布塔喊道 黑一罗锋低头看着少年巴布塔 那些完好机械傀儡 都是有防攻克手段的 一旦强行攻克 就会引起自爆程序 巴布塔连说道 现在的机械族强者 距离我们无比遥远 无法操控这些机械傀儡 可是一旦要攻克 自爆了就不知道了 啊 没法控制 黑一罗锋道 当然有办法控制了 只是我侵入能力还不够 巴布塔笑道 所以不必强行攻克 探测到他内部 然后直接卖掉 想虚拟众公司一些部门 完全有能力轻易攻克 只需要给他们少许费用就行了 罗锋点头 这侵入 还是得交给专业人员 怎么 检查完毕了 黑一罗锋看着巴布塔 巴布塔点头 已经检查完毕了 整个破损的金字塔飞船内部 有诸多物品 一共可以分为四种物品 第一种 是破损的金字塔本身 这是一艘F9级宇宙飞船 而且配合机高等的能量防御 在能量防护罩上 比雨墨星号还略微高等一段 可惜之前攻击中已经损坏 飞船直接裂开 导致它的价值 主要是那船身的 大量F9级金属 估摸着它总价值 也就500万会员单位 第二种 是G级金属傀儡 这头G级金属傀儡 虽然不是大型傀儡 可毕竟是个G级金属块 可比你血影战刀 盾牌用量多多了 估计价格在2000万会员单位 第三种 是你俘获能量核心损坏的 53万机械傀儡 和完好的100万机械傀儡 总价估摸着8亿会员单位左右 第四种也是最珍贵的 是核心仓室那一批昂贵机器 那些仪器都是G级 F级金属制造的 能量程序无比复杂 我都不敢仔细查探 不过单单那些仪器 耗费的金属本身 就价值超过5亿 其中预含的科技含量 各种手段更是复杂 价格估计很高 至于到底多高 我就无法确定了 就这四种 总价肯定很高了 至少比罗凤你一千多年前 其他战利品加起来都多得多 你一千多年战利品加起来 估计就一亿会员单位左右 远远不如这一次 罗凤点点头 笑了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还是要对付这种 有着背景的强者很专 自己金金颅获 九艘机座飞船之一 就收获这么大 那机械租强者的资产 的确令罗凤吃惊 这怎么卖呢 罗凤思索 我给你个建议 先向虚拟轴公司问问价 心里有底 巴巴塔说道 罗凤点头 罗凤先是透过探测仪器 将各种物品完全探测 数据全部收录 然后再在虚拟宇宙中模拟出来 虚拟宇宙原始区 罗凤庄园中 尊敬的罗凤殿下 很荣幸见到你 能够受到殿下你邀请 真是让我诺斯武喜不自禁 穿着华贵绿色长袍 顶着一胖乎乎大脑袋 有这双死于眼的不朽神灵 非常谦逊攻身 向罗凤表示他的尊敬 罗凤乃是混沌城主 侵船弟子 地位极高 谢谢 罗凤唯唯一笑 你看 罗凤指着旁边空地上 空地上正停着一艘破损的金字塔飞船 这都是模拟形成的 这是 诺斯武疑惑 这是我战利品 我想问问 你作为收购部门总部主管 能出什么价呀 罗凤问道 虚拟的公司当然有收购部门 一般收购都是直接让一些智能负责 高端点的则是让一些负责的内部成员负责 像诺斯武乃是总部的收购部门中的 其中一位主管 面对的一般都是封王不朽存在 飞船已破损 估计数百万会员单位吧 诺斯武随意道 经常和封王不朽打交道 数百万会员单位的交易 他根本不在乎 真正战利品在飞船内呢 随我来 罗凤笑道 诺斯武惊诧 他好奇这位混沌城主侵船弟子 和罗凤一道步入这艘破损的金字塔飞船中 这是机械族飞船 应该是颇有身份的机械族啊 诺斯武看着飞船内的一些装饰 格调 便笑着评判 当他第一眼看到那寄击金属傀儡时 便点头赞道 寄击金属傀儡 本身金属就值两千万会员单位 这是我俘获的一百五十三万架机械傀儡 其中五十三万架已经损坏 一百万架完好 这是损毁的样品 这是完好的样品 这是我俘获的最珍贵的仪器 能够布置极强的 乃至困住蜂王超级强者的部分仪器 观看完毕之后 诺斯武已经很震撼了 因为就算是蜂王不朽 资产上百亿魂元单位 也很少说一次交易额度 就能有数十亿魂元单位 那些机械傀儡 损毁很轻微 只是能量核心被震得裂开 无法运转 重要部件都没有问题 稍微修复一下即可 一百五十三万架机械傀儡 就算在机械组 都算是F9G中的极品 恐怕也得好几百魂元单位成本 如果在我们人类 制造成本要比机械族高 平均每架大概需要 一千魂元单位 所以我可以给你出价 十五亿魂元单位 当然 最昂贵的要数JP仪器 JP仪器用材高昂 最重要的是很多技术运用 这已经算是机械族绝顶技术 恐怕得是宇宙尊者及强者 亲手耗费不少心力来制造的 要请动宇宙尊者及机械族大师 这成本可是极高的 可惜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批仪器 我可以给你 三十亿魂元单位价格 诺斯乌最终向罗锋爆出如此价 算上那些杂物等 我也可以略微提高 凑个整数 给你四十六亿魂元单位的报价 诺斯乌笑道 一般风亡不朽 我可不会这么大方的 四十六亿魂元单位 罗锋心中暗喜 谢谢了 我再考虑考虑 罗锋道 不急 如果想要卖 随时可以找我 诺斯乌微笑道 罗锋殿下这次收获很大 特别是那仪器 可是为宇宙尊者机械族大师 轻力制造的 如果能凑够全套 那价格高多了 罗锋点头 诺斯乌而后便离开了 虚拟的公司愿意出 四十六亿魂元单位的家 这次收获可真大了 竟然是宇宙尊者 基带机械族大师打造的 那个机械族强者 挺有背景的 罗锋笑道 运气不错呀 惹了大敌 可大敌带来的好处也大 福祸相依嘛 巴巴塔黑黑笑道 这是福啊 哪里是祸呀 罗锋一笑 现在我得想想 通过什么渠道来卖 怎么能卖出高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